腿有四面嘛 這是前面嘛 這是正面前面 內外後 就是這樣子 在內跟後的中間交界處 你摸在內 內到後中間交界處 在那邊就有一個很強的筋啊 就是這樣子 你往上摸就到骨盆嘛 你順著這個筋往下摸就到膝蓋後面這根筋 有沒有 它是相連的 這就是刀 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形成我們站樁的時候就是這個力量 就是用這個力量 所以你在控制你的步的時候 也是要用它 你的腳在移動 我的腳在移動的時候 我的腳在移動 我用的是它 而不是膝蓋 不是像一般人 你們一般移動是用膝蓋 是用腳 不行 要用那邊 我的步在移動 不管怎麼移動 不管怎麼移動 我都是在右邊 啊 你說跑步的時候 是不是有六面太直啊 跑步你就放鬆跑 其實我們在走路 其實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就是那根筋一彈 那根筋一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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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彈 就走路了 那根筋一彈 那根筋一彈 一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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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好 老師是這個筋嗎 嗯 這個筋嗎 這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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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像星星那樣子 我就算是這個樣子 我就算這樣站 一樣 一樣那麼怕 我這樣走路 一樣那麼怕 一搜一搜 這樣子一樣啊 肚子要收起來才又一樣 不是 肚子收起來順庫 是你那個一搜 你的小腹自然提 好有沒有 有沒有 你那邊一搜起來 小腹就提提提提起來了 所以小腹不是像內搜的 小腹是往上提的 往上提的 好有沒有 對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兩塊肌肉 這兩條筋很 很重要 要學會使用它 好 他們上來 中間相連 中間那個點 就是會 會 會 所以你的力量用起來 把那個段兩條筋拉起來 中間就有一個力量 收進去往上頂了 就是這樣子就有個力量上來 那個力量循著脊椎上來 上來 所以這要會用 我在其他的課有教過 這個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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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會沒事的時候去 你看 這樣抖它 這個肌肉要讓它活 常常這樣去抖 常常這樣去抖 會到大拇指吧 會啊 會啊 它往下 它筋往下走 走啊 有沒有 你就抖 內側這個筋 你就抖它 一拉 一拉 一收 一收 不要站起來 不要站起來 就這樣子可以抖它 可以 一抽 一抽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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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對 然後抽住它 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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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 再抽 上身鬆掉 再抽 上身鬆掉 肩鬆掉 再抽 再抽 你可以停下來 抽 把那邊抽緊 然後會因那邊的力量就上 越上越上越高 小腹會提起來 腳會扎到地 地裡面去 好 那個力量越強越好 有體會嗎 對 大家有沒有懂 這個要常練 步跟這個很有關係 這個不會 你的步就是錯的 好